再来看看另外一部也是阵容非常强大的大戏 是由王晶指导 周润发 黄晓明 吴振宇 洪金宝等群星阵容打造的年代大戏 大上海 目前正在上海热拍当中 6月15号下午 剧组在车敦影视基地的老上海景区 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媒体发布会 两代许文强的回首成为了现场最大的亮点 在老上海标志性建筑外白杜桥上 一众主创一字排开霸气登场 黄晓明一鞋长袍 吴振宇军装笔挺 而新人同飞则旗袍加深 演员们的装扮处处都透着老上海的风情 更让导演王晶一起自己和上海的渊源 王晶刚说完老上海 刘伟强回忆起当年和周润发一起拍戏的日子 发布会戏份十分怀旧 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 现在是五十多岁 哇 但是差不多的感觉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当然身份不同 但是还是有这个感情在在在在在里面 基本上就好像老朋友相聚一样 大家还是那种性格 还是那种硬 对 大家当然身份已经有所变迁 可是大家合作起来跟以前基本上就两样 众人正聊得热络 一辆老爷车缓缓使来 一身白袍的发哥从车内信不走来 在仿骨背景的衬托下 发哥简直是穿越回来当年的许文强时代 而这位许文强也是有感而发 大摊的上海拍戏感觉十分不同 我记得我八十年在拍上海拍戏的时候 老师在香港就是很多锦统堂啊 这个英国建筑的地方拍戏 对上海学来讲是很博平的 后来现在一直到那个学生里面 拍那个戏的时候 老上海就照片 然后我就看 这个基本呢 穿那个衣服就在街上 周润发的出场 另一众小字辈也激动不已 因为不光是普通的观众 就算在明星眼里 发哥也拥有极强的号召力 黄晓明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拜之情 不仅当场下跪表心意 紧张之感都传给了麦克风 我们大家来叹气 不是叹气 是敬仰 敬仰 哇 你知道我之所以 我那天跟发哥讲 我之所以 入这个行 然后我们来换一个外套装 谢谢 我以前刚刚入这个行的时候 然后穿风衣 书大背头 其实就是很简单 因为看了英雄本色 哇 对 所以从我 就是第一次 哎呦 我这个 这个没有 好 我们向上拿一点 一个就好了 我这个心目中的英雄情节 就从发哥开始 所以其实从小 我对吧 下意识地我发现 我其实是在模仿上 就是周润发 对 所以我等于是感觉到 又回到了17线的名单 嗯 然后跟发哥在 紧张 紧张 对 我觉得身上真的是 无比的光辉 然后 我只能是在一旁 默默地看 嗯 就像小鸣的名页 吴振宇更是周润发为 指路名灯 称自己正是因为 他才走上了 演绎之路 对 因为 因为生命单 也就没看到这 嗯 哇 都是我的罪 对啊 刚才我多年 就是因为他在这 嗯 由于周润发和黄晓明 都是通过上海 摊中的许文强 这一经典角色 奠定自己在影视圈中的地位 两代许文强同时出现 难免会被比较一番 不过聪明的王晶导演 倒是谁也不得罪 就两代 因为他们配搭都不一样 条件也不一样 我觉得都很 当天周润发和黄晓明 无论从发型 还是从服装上 都十分相似 令人对两人剧中的角色 关系十分好奇 但王晶却卖起了关子 这是就是要旁边的一点 特别要旁边的一点 演父子吗 还是演父子 不能说 一说就去透了 很多人都说他们是有父子相的 有没有肯定 这部戏不是父子 不过影片外的信息 王晶倒是透露了不少 甚至包括巨星周润发的片酬等细节 那大阳 那大阳您刚才说 发生的片酬 觉得很高 那这次的话 有没有比他以前的 还要出的更高呢 大上海 我不知道他以前多长 可是我觉得这是 是一个合理的注目 都是合理的啦 就是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想象 刘导华 李年杰要什么 他也要什么 他的意识住行 都有哪些规格 很正常的啦 就是最高规格 就是最高规格 新娱乐在线 上海报道